好 国际狮子会300F区第三及第八专区与各分区分会 在26号华林施工所前广场举办社会服务的活动 包括捐300份的物资给儿少弱势的家庭 以及宣导卫教并有专人来量测血糖 在狮友们分工合作下300包物资全部包装完成 线缘为家业特别到场关心也提供了环保袋 让物资提领可以更方便 国际狮子会300F区第三专区主席陈碧珍表示 狮子会的五大事业社会服务包括了救助饥饿 环境保护 势力筛减 糖尿病防治还有儿童癌症防治 今天的活动结合这些主题希望可以服务到更多的民众 今天是我们国际狮子会300F区第三第八专区 联合的五大事业社会服务 五大事业社会服务是我们私职会推行的五项工作 第一项就是我们救济饥饿 今天准备了300份的物资捐赠给花莲市的低频热视家庭 那内容有米 面条 还有食品以及口罩 那希望这些物资能够帮助这些低频的家庭 在这个疫情的时期解决一下他们的民众的民生问题 花莲市公所主任民书温美华代表市长维嘉贤 向现场的师友致意也颁给感谢状 他也呼吁有更多的社团可以发挥善心奉献心力 来帮助弱势家庭 我们谢谢我们私职会第三跟第八专区的 各位主席也好会长 各位师兄师姐今天发挥爱心 送给我们花莲市一些儿少的家庭 一些生活物资 那我们也感谢他们在平常 其实对我们物资银行也有很多帮忙 那我们也呼吁我们更多的社团 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发挥爱心 可以对我们弱势家庭给予更多的帮助 现场发放美人的物资包括了三公斤白米和食品 面条及口罩 在师友的引导之下 受到领取通知的民众亦序排队来领取 另外还有专业医师提供血糖检测 及抗糖种子教官卫教服务 以及视力筛减和卫教说明 也呼吁大家要重视身体健康 这里会换室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